直圓錐可以用cone這個指令來製作 它需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就是它底面的中心點 第二個是它頂點 第三個就是它的底面的半徑 當然你的ab的方向如果改變的話 這個直圓錐它的方向也會跟著改變 當然半徑你也可以去改變它 總之我們在設定的時候 ab這兩個方向是從底面設定到這個頂點 這個是在做直圓錐的時候需要小心的部分 OK